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有意思 那么《红封》也是 大家想一想 就是一个作家 他这个好好的日子逃不过 他一定要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中 所以我很多年之后 我记得大概是1999几年 大概1993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93或94年 可能94年 我到华东师大去看那个李洁 李洁因为八九事件 他被过 牢里面被关了一年多的时间 那么后来 93年94年 我去看他 去看他有一次 就是在华东师大 门外的一个小酒馆里面 我们就吃饭 吃饭 但是他就叫了一个人 叫了一个人叫了 鱼心椒 但是最后是鱼心椒 现在瞎了一只眼睛 他呢是一个诗人 他当时问我说 他说这鱼心椒 这诗人 听说过吗 我说我没听说过 我说他写过什么作品 作品 他还需要作品吗 我还听 我说这诗人没有作品 他说你看 他的状态就是一个诗人的状态 我当时我就 你看这个鱼心椒 果然是诗人的状态 所以鱼心椒跟我还是老乡 福建 他的这个 好多年前呢 他一直说他是 北大中文系的副教授 他就 到回到家乡啊 叫他是北大的副教授 他北大副教授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么谢明老师啊 他原来搞了一个中国文学研究所 那么谢老师呢 中国文学研究所呢 就看了这些诗人 您的诗人 谢老师这是个人道主义啊 他说这个 非常这个关怀 这个青年诗人嘛 他这个鱼心椒 这个青年诗人 没有地方工作 也没什么作品 是吧 怎么办呢 就安排他呢 在他的中国文学所前面 那里种了一排花 就安排他当花匠 他这个 他这个把那种花护理好 这样的他一个月呢 就能够给他开些工资 能够给他这个充当 其实谢老师那个时候 中国文学研究所 也没有什么钱 是吧 但是能够给他 维持一些生活费 但是鱼心椒的很有气质 他在清华大学 他住在几个女生的宿舍里 是吧 几个女生呢 可以给他发这个饭票 是吧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 这是另一位 著名的批评家 叙述的故事 我不负责的 我对真正性不负责的 我这个叙述 但是他是一个 也是你们的老师 我就不说他名字 他学的故事 他写的是 就是说我的情感 来到清华 有一次情感的暖着陆 暖着陆在一间宿舍里面 但是呢 那么谢老师的这个 安排他当花匠 他回家去就变成中文系的副教授 后来这个老师老师知道 所以就问他 这个你怎么就当中文系的副教授 哎呀 他说不是不是 我那是诗里边说的 我那些老乡就把诗当成真的了 诗里 所以这些诗呢 就非常有意思 就是有一批的这样的作家和诗 所以马源和洪峰 作为两个中国作家 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 他是非常非常另类的 这样一个中国的作家 另类的中国作家 那么有一批的这样一个诗人 所以中国大家会注意到 很有意思 中国诗人和作家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中国的作家 都在中国作家协会 是吧 他们呢 有的叫做一级作家 有的叫二级作家 有的叫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有的叫中国作协的主席 是吧 他们是这样 但是诗人很奇怪 诗人他始终是到处 到处这个 处于地下状况 是吧 或者业余 或者流浪 当然语新教是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了 但我一直在想这一点 就为什么我们八十年代中期的 这样一个文学的 这样一个转折 它是由马源这种人 做出一个最极端的一种行为呢 那么这几个人 你像马源 莫言 长学 长学大家知道 他是一个裁缝 是吧 做一副的裁缝 所以他哥哥 邓小芒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 但他本人是做一个裁缝 那么莫言 大家现在看 大家都看过他 上个月 在我们百大演讲 是吧 现在都很正常 当年莫言呢 他是军人 他军人 他长期住在一个军队的仓库里 这个仓库里呢 堆满了毛主席的树像 石膏像 已经五号大面结束了 他那里 毛主席石膏像 那个不能销毁 大家知道吗 谁也不敢把它炸碎掉 但是他还藏在那个仓库里 在仓库里呢 就天气变天了 是吧 长期这个仓库 毛主席呢 像有点发霉 每到处 我都偷一偷门说 拿到他的做法 就像给他赛泰 赛泰 所以作家 有时候我们会看 作家和艺术家 他本身 都是不太 都是有他的 我们不能说正常和不正常 是吧 这难道说我们就正常吗 是吧 我们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 然后吃早饭 是吧 固定好一杯牛奶 一瓶面包 是吧 中午再吃三两 是吧 三菜一趟 是吧 我们都这样 所谓的三菜一趟 就是 萝卜 青菜 白菜 是吧 豆腐 这三菜 是吧 一趟 白开始 是吧 白开始 三菜一趟 我们都固定好了 那么这些人呢 他生活很没有章法 是吧 今天跑西藏 明天跑云南 是吧 后面结婚 是吧 大后天再离婚 是吧 他是这样 所以就是 有时候 艺术的革命 文学的革命 是由这些人做出来的 这些人在挑战 我们精神的极限 挑战我们想象的极限 所以这一点 这个问题 我一直没有办法 从理论上去阐释它 所以记得上节课 我跟大家说过 我跟他说过 那个阿尔托 是吧 那么 他的故事 是吧 他会有某种 那种震撼感 就是 他的存在本身 就让这些作家 他们就对他有一种 觉得大事 另一种的生命存在 他的存在本身 就挑战了 生命和想象 那 当然 其实 随便一举例子 就会讲到卡夫卡 卡夫卡 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 这种事情太多 是吧 记得我还和大家说过 从生病的角度 来理解作家 就是 如果把中国最伟大的作家 世界最伟大的作家 都把他们 开一个名单的话 然后再把他们的病例 跟他全部放在一起的话 大家会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现象 所以这牵涉到 我们怎么去理解 我们的文学 是吧 我们的文学是要 团结人民 教育人民 打起敌了 然后文学是要 给人起敌 所以要启蒙 要召唤他们前进 这些问题 和作家的生存状况 一旦联系起来 特别和现代主义 以后的作家 联系起来 那么我们确实会看到 另一种 另一种图景 那么我请向于去把 我们怎么去理解文学作品 我记得这个 原来的同学 多次给我提过这个建议 他提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老师这些作品 都神神叨叨的 是吧 然后七七参参的 鬼鬼祟祟的 是吧 我们为什么要读这种东西 同学这句话 立即就把我问到了 我们为什么要读这种东西 我们为什么不读光明的 是吧 当然我都建议你们 最好读我们曹老师的小说 是吧 这是最美好 最正面的 最积极的 但是问题是 很多同学还要去读别的 是吧 卡夫卡 波尔赫斯 是吧 马园 是吧 这些东西 就是这点 我就只有去借用 这样一个陌生化的理论 像哈罗德布鲁姆 最早是沈格洛夫斯基 俄国的形式主义提出来的 文学它给我们打开的 是我们精神的 很多个上面 我们在我们日常的 和我们通常的 生活中 我们不能够触及的那些精神的领域 文学和艺术 它把我们的精神 延伸到 最极限的 就它是在地平线之外 它一直去让我们看地平线之外的世界 那么只有这些人 能够让我们看到 在座的你们都是90后 是吧 80后 也有80后 也有90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节目 就是大概我这个人记忆力不太好 就是2000年还是什么时候 我有跟韩寒做过一次对话 是吧 那个央视 那个韩寒17岁 应该是2000年或者2001年 或者1999年 反正就这几年 韩寒17岁的时候 央视二频道的对话节目 我当时说过这个话 就是他们当时叫我去评判 这个韩寒和这个黄思路 黄思路是三号学生 是吧 他是我们北大 后来考上北大的国阵系 他其实是我一个同学 他的父亲跟我同宿舍 他是一个非常好孩子 是福建 福一中考来的学生 他弹钢琴弹得非常好 英语 什么比赛也是 全国第一 是吧 钢琴 美国的一个音乐学院 都要都录取他 但他不 他要自己高考 像这是好孩子 还写书 黄思路 当时叫我评判这两个轮 就说你怎么去理解这两个轮 我说当然 我们主流社会 需要黄思路这样的孩子 对吧 那如果没有黄思路这样的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的孩子 我们这个社会 就很难发展下去了 是不是 你们是社会的脊梁 民族的脊梁 所以你们 这些考上百大 都是民族的脊梁 中国 是靠你们 能够 向前进 但是呢 韩寒呢 他是我们艺术所需要的那种 是吧 他这个 所有功课都不及格 然后这个 要被退学 然后自己写小说 那么他以他的这种方式 来和社会进行一个 进行一种挑战 但是呢 对韩寒来说呢 他是成功了 但是在当时17岁 并不意味着他就会成功了 是吧 今天我们看韩寒 他是成功 确实韩寒 这个孩子 他有他的 有他的爆发力 有他 有他 非常执着和坚强的东西 但是 在当时17岁的孩子 你考不上大学 要靠写作谋生 这个道路是 是为 为博 我们是不能为博先制的 是吧 是不是 那么 你 怎么去理解呢 是吧 你怎么去理解他的 可能性 当然 我就说 不管如何 我们社会会需要这两种的 但是 对黄思路来说 他 走主流社会 这是最安全的 对韩寒来说 他走一条冒险的道路 他很可能就 垮了 崩溃了 很可能就 就 边缘化 很可能就被社会 就埋没了 当然 事实上有很多很多 韩寒这种孩子 是吧 有很多 他们无法进入主流社会 他们无法成为社会的主流 但是文学艺术 你发现 他经常就是这些 不能进入主流社会的人 不能进入主流社会的人 他们一直在古导 叫做现代主义 叫做后现代主义 那么当时 这个皮尔布蒂尔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他去探讨 叫做波西米亚的艺术家 其实这个问题 可能我一下扯远 但是跟我们这个论题有关系 要理解我们这样一种 80年的后期的艺术变革 我们要理解这样一种背景 就是 为什么我们后来会有 浪漫主义的运动 现代主义的运动 有这种文学的运动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都是什么 他们都是一些 波西米亚的青年 波西米亚当然这是一个 比喻的说法 这青年从外省 来到巴黎 他们打出什么牌 他们打出为艺术来艺术的牌 在当时法国的那种社会中 你有贵族 然后有大银行家 这些人的孩子们 他们都进入主流社会 他们上好的大学 从小说好的教育 上好的大学 然后成为社会的主流 银行家 是吧 那么官 当当官 是吧 继承遗产 当外交家 是吧 或者从军当军官 那么这些外省呢 来自破落的家庭的底层的 这些人怎么样 他们就搞艺术 然后就以他们的 放浪行害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种姿态 来和社会一种对抗 所以有波西米亚的这样一种 他们提倡什么 提倡为艺术来艺术 把这种艺术的纯粹性 跟它抬到一种高度 变成他们的一种意识形态 变成他们能够和这个主流社会 对抗的一种东西 所以在西方 搞艺术的 其实都是 其实都是一个社会的 很边缘的 很这样一个 很 已经超过很多时间了 是吧 这一节课怎么就 这节课就完了 好 那个 其实的是和他们这样一个主流社会 是对抗的 在整个现代主义 现代派 它都是以这种方式来障碍 其实更早都可以溯源到 这个浪漫主义了 可以溯源到 这个浪漫主义的运动 那么到了西方 现代和后现代之后 大家可以看看 有迷惘了一代 垮掉了一代 是吧 有格林尼治村 是吧 有那么一种艺术 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 现代主义艺术 后现代主义艺术 理解这种艺术 和现实的关系 艺术的反抗性 那么我们八十年代 中后期之后 确实中国的艺术家和作家 和前此的非常不一样 所以富有挑战性的这些作家 叫王硕 王小波 他们的存在本身 就是和这个主流社会 有一个形成一个强大的一种张力 所以艺术在很大程度上 我们艺术反映现实 是吧 鼓舞人民 是吧 反映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 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 提出的一种想象 这一个想象 它是文学史和艺术史的特例 大家理解吗 它不是常态 常态是西方 我们所接受的文学观念 是西方的 现代的 资本主义的 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 这样一种文学观念 这种文学观念 它是反主流社会 和主流社会对抗的 因为我们称之为 审美的现代性 和社会的现代性 它是有紧张的关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